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0月8日 日本恶斗沙地阿拉伯 周五凌晨 世界杯亚洲区外围分组赛12强 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沙地阿拉伯对阵日本 沙地阿拉伯近期势头正猛 球队目前处于连胜当中 状态不俗 而实力强劲的日本此前在与阿曼的比赛中大一失荆州 导致球队目前的小组排名并不高 因而他们目前需要全力争胜 如今这两支竞旅强强对碰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沙地阿拉伯隶属亚洲竞旅集团 球队过去曾三度夺得亚洲杯冠军奖杯 并创下六次闯入亚洲杯决赛的记录 自1994年首次亮相世界杯以来 球队随后共计五次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 在亚洲地区沙地阿拉伯的实力无需过多赘述 目前球队在12强赛的表现依旧强势 二轮过后斩获全胜位列臂组刺席 期间更是攻入四球 在小组中攻防发挥仅次于澳洲 至此球队已经在该项赛事中取得了七连胜的不败战绩 而且当中除了上仗对阵纳曼 除外的六场比赛中单场至少能获得三个入球 可见沙地阿拉伯的进攻端火力十足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 球队现实正受伤并困扰 球队队长兼中场核心的艾塞达沙利受伤 此子是球队的主要攻击手 失去他的沙地阿拉伯 其进攻端势必会有所打折 因而欲以稳健为主的话 在面对日本的挑战 沙地阿拉伯理应要以保住不败之身为首要任务 另一边乡 日本在亚洲足坛上同样是一支极具实力的队伍 球队FIFA排名第26位 亚洲国家队中仅次于伊朗 可见日本绝非泛泛之辈 不过在9月份的国家比赛日中 原以为日本会轻松取得全胜战绩 怎料到在12强赛的首轮竞爆冷息败于阿曼 虽然最后轻取中国 但以胜一负的战绩也让日本仅处于小组第四的位置 如今若要想拿到直接晋级的机会 没有容错空间的日本 势必要全力争胜 从他们的名单中也看出了球队的求胜欲望十分强烈 阵中除了有九井洪树和古桥亨武等日直连球员之外 不少旅欧球员也被征召至队内 效力于阿仙奴的富安健阳 利物浦的南野拓时 还有在苏超豪门歇路底里 渐入佳境的古桥亨武艺在阵容之中 由此可见日本此番出征的决心 综上所述 金扑异地挑战实力不俗的沙地阿拉伯 日本是不会轻易言败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